抓着这一个点黑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黑的点 其他点他也黑不了 当有人在PDD的直播间嘲讽乌兹没成绩 PDD的反应是 乌兹不行 乌兹可以 乌兹除了世界冠军 其他冠军都拿了 乌兹成绩也很好的 此时还是有人抓住乌兹 没有世界冠军这个点 一直在说 没有S赛冠军 他就抓着这一个点黑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黑的点 世界冠军有 他不是MSI也有 亚运会不是也有 不都是世界冠军吗 但是乌兹没有S赛冠军 确实是一大遗憾 PDD也解释道 世界冠军这个东西 你真正打过职业的人 说实话 就怎么说呢 很多时候也 也真的不是你自己 就能决定的 我记得2018年 RNG刚拿了MSI冠军 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夺冠的一年 结果不敌G二折戟八强 当时韩国KT 被认为是最强的战队 没人看好IG 结果他们却一路披荆斩棘 干翻KT 还拿到了 梁皮要首个世界冠军 除了强悍的实力打底 可能有时候 也确实需要一些运气 之后101的黑猪 也向刘师傅 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我打过S3 记得我没打过 我打过 你说八四里吗 打枪回家 你八强就三一拉拉拉 就再见了 就回家了 我打过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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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过S3